好 這個犧牲五十五歲 演這個戲 老實講 五十五歲是有點年輕 對對對 還沒到 那你有想過這個對立的條件 還是說這個即將退休 有什麼想法嗎 當然就是大家剛剛講退休 有的我們這個年紀人也退休了 對 已經開始了 那一開始的時候 我也有一點跟舞蹈在討論 就是說往老的方向走 因為其實所有的在舞台上 不一定能夠符合自己的生理年齡 就是說你一定要是幾歲 延幾歲 這不一定在舞台上是成立的 老年齒奧利福到七十歲還在演羅密歐 還在演十六歲的羅密歐 但是我們要演老 我就跟舞蹈也在討論說 那你有沒有在這個老的部分 希望我怎麼做 結果就天賜良機 最近剛好生病了 馬上體會到每天去醫院 馬上體會到老這個事情 因為那個年紀到那個階段 我們開始退化 生病 人家開始壞了 對對對 意思是這樣 是怎麼看 也是有好不完全 所以就是說在 而且在那個環境裡面 你更體會到就是說 那些老帶來的不便也好 但有一件事 其實我覺得最讓我觸動 就是說剛剛舞蹈也特別講到 就是說年紀大的時候 會被人不重視 這個其實是 其實在醫院也很容易看到 人在相處的時候 當然那些護理人員 醫護人員 是很關心你 視病如親 是有 但是這個可能是我自己 我覺得感謝上帝 讓我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去接近一個老的狀態 然後再把自己的表演 能夠放進去 所以這是 預期一下 預期一下 以後就不用了 七十歲我就聽到過關 結果說演習 演習 有演習 對 就很放心 那退休以後跟太太相處如何 因為我跟我太太相處的模式 本來就是很比較奇葩 因為我應該有講過 有一次我回到家 看到家裡有一瓶楓糖漿 我就覺得很奇怪 蜂蜜也還好 糖漿 這楓糖漿 我說 你怎麼會去買楓糖漿 他說我去加拿大十一天 就是他去加拿大十一天 非得買不可 他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去加拿大十一天 是這樣的一個關係 那我們一直活在一個共同生活 獨立居住 共同居住獨立生活 我很難看到活著的他 我回到家 他不是睡了 就是出門工作 那他睡了回來 他也是一樣的狀況 在看我 那當然這幾年好一點 這幾年 對 我們彼此就 因為也生病 就彼此好 就剛剛也這樣無捨講的 越接觸的時候 其實有越多的問題 那我現在這個病 其實有一個部分 就是在情緒上也會躁動 我也很感謝 就是他剛好能夠 很能哀罵 我太太就這一點最棒 你罵他 你說太太很能哀罵還是 對對對 以前我有跟他 你罵太太啊 當然 我以前有跟他比過 我可能是罵太太 是我們這個團體裡面 歐西喔 對 要學要學 你怎麼罵 怎麼罵 好啦 你不要好奇 你也不敢啦 你絕對不敢啦 我說出來 你絕對不敢啦 阿太太會反應嗎 當然就那一陣子 他可能又去加義大利 或基地 那王娟在戲裡面 因為你是演犧牲的太太 對 那犧牲退休 他也退休了 我也退休了 兩個都再婚 對 在戲裡面演 兩個都再婚的 對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我就是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在婚姻中的角色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為什麼要睜一隻眼 因為在第一段婚姻裡面 就是在戲裡面 我的想法就是 就是說其實一定是 自己有個性上的問題 就是太較真 就是太計較 太在乎某些事 一定要說控制他 所以回來就是要調整自己 所以我希望 有一點幽默感 可是沒有想到幽默 變成嘲笑他 被嘲諷 嘲諷他 他又很敏感 他就乖乖聽 換我罵他 虛極避凶 虛極避凶 是不是女人 都想要控制男生 也不是都啦 但是你知道就很像 對待寵物嘛 對不對 要交 不是控制 要講到聽話的 要講到聽話的 這心情非常好 是不是 要交 所以你也是寵物之一 韓人哥嘛 你跟同學也是寵物 對啊 就是要交 六十九歲了你還交啊 有些老狗玩不出心馬戲 還要交 比方說 比方說來就是說吃藥 要吃藥 然後幽默還是要微笑對待他 他穿一個奇怪的衣服之類的 我們還是要讚美他說 哇 你今天穿得好奇怪喔 你是怎麼樣去馬戲團兼差了嗎 對不對 你還是要注意到他 但是注意的又不是要 你知道就是說 他的注意力 就我的注意力 還是必須在他身上 不能夠 那裡面裡面有一個小對白 也是聽了 我覺得蠻好笑的 就是他去看病 慢性病都要回診 像我們一樣 他真的是有在看 對啊 就去回診 回診回來的時候 他就說他要吃的比飯還多 這樣子 不相信你把今天要拿出來看看 他就說阿嫂 忘記 我放在採券行 他的對白下面一句話一定是 你看 他這症狀已經出現了 對 可是你說真的是嘲諷 我覺得不是 我是關心 對 就是你的肌力開始減退 你要不要吃一點點 對腦有點幫助的藥 銀杏之類 我現在就想吃了 被你們講的 對 我說我常常覺得 其實你如果認真去觀察 一對夫妻都已經退休 天天在家裡面 他們的生活的對白行為 互相對待的方式 我覺得一定很有趣 對 你還是 因為在戲裡面 你是養大症的後母 對 祭母 祭母 就後母 對 那個也不容易 就是要養後母 然後因為你 凡人哥的意思 就是一般凡人的家庭 都會發生的事情 而且他有自己的女兒 對 我有 我在第一張節目 你有帶過來 對 帶過來這樣 所以他們變成 所以都會變成說 他們兩個互相 會兒子 你兒子說 怎樣子 你兒子不是 我兒子不是你兒子嗎 那當然不一樣 你兒子 跟我兒子跟你兒子 在打我們的兒子 對 對 他說你兒子 你兒子 他還叫我阿姨 對 他叫我阿姨 阿姨 孫兒叫阿嬤 這是什麼亂倫關係 你說是不是很奇怪 搞不清楚 對 他說你女兒叫阿伯 對 叫阿伯 好亂喔 這好混亂 這是什麼事 是阿姨跟跟阿伯之間的 不倫關係 對 因為我們要 好像帶著這樣的稱謂 進到新的拼裝家庭 或重組家庭 因為其實這個事情 在現在是會蠻多的 那怎麼樣學會互動 然後還要保有尊重 我自己感覺是幽默 是比較好的方法 真的 真的 幽默一點 看王娟的頭髮 就知道他很年輕 你說比較碰嗎 還很多的意思嗎 那你有沒有想過 你的退休生 有 我其實很早就開始 思考這件事情 因為我是單身 沒有小孩 我甚至沒有養寵物 我只養了一缸魚的人 然後我喜歡植物 所以魚鹽應該算寵物 牠可以吃自己的 不能抱 對 不能抱 所以我很早就開始 思考這件事情 因為我永遠在面對是我自己 其實我的困難 也是要我自己去面對 人生病啊 對不對 出去玩啊 參加社團啊 全都是要 自己要慎選 是 是 是 所以我自己覺得 我還蠻會過單獨的生活 所以人到最後 其實要面對的就是自己 那我如何平衡我自己的內在 我跟你講 我講實在 我現在六十二歲 我覺得我的人生有一點點 我自己產生一點點急迫感 怎麼說 因為那個急迫感就是說 因為你看到周遭的人的健康 或者是生死 你會覺得說真的 對 我的意思是說我們的意外 什麼時候要來都不知道 我剛剛想到 那五十二講了一個 我覺得就是我們如何無所事事 而沒有罪惡感 我覺得這件事情 如何無所事事而沒有罪惡感 好 這是我最需要學習的 對 因為我 我其實學了很長一段時間 因為有時候 就是說在家裡 我為什麼會心慌 王軒 他不好意思 先休息一下 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來 先休息 我覺得這個